為了紀念1959年西藏自由抗暴紀念日55週年 西藏青年大會組織的向新德里長途遊行正式拉開圍幕 組織者說遊行的目的之一是為了表達對那些為自由西藏運動而自焚捐軀的人 3月10日是西藏自由抗暴55週年紀念日 由流亡印度的西藏青年大會籌備組織的向新德里徒步遊行 2月9日正式從印度達蘭薩拉開始 參加遊行的除了西藏青年大會的成員之外 還有其他致遠的人員 遊行者沿途高舉西藏運動的旗幟不斷呼喊口號 我們在顧著的需求 我們有五個需求 在10月10日我們會在德里 10月10月是德里長途日 在10月10月我們會在德里 在德里長途日會結束 在10月10日我們會在德里長途中 我們會在德里長途中 我們會在德里長途中 參加向新德里進軍遊行的人 特別表達了對自由西藏運動而自焚者的敬意 這位藏傳佛教的僧侶說 中國表示1959年發生在西藏的那次起義 是達賴集團組織策劃的叛國行為 中國軍隊是平叛 解放農奴 美國軍隊是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